这里有个动画显示自从2019年到2023年 各个主要国家的汽车出口 2019年时日本出口是12个月40万架车 德国是32万架 单位是否用慢? 没有,单位是对的 南韩是19万7千多 中国是9万两 9万6千多 不过中国一直慢慢上 还跌了一些 因为这是2020年 接着就 一路超前 短短是由2020年中开始 我们知道2020年中 因为全球疫情关系 所以跌下来 但之后中国就开始恢复了 2021年左右 然后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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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到2023年 比起2020年 起码 我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是9万多架 现在中国是36万架 日本就跌下去了 只剩34万架 大部分他们不见了那些份额 应该被中国抢了 所以未来 中国何时可以追过日本 成为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不用问 已经追过了 而再继续下来 何时中国的份额会加大 但是要看现在的趋势 很快就脱了 中国的电动车就会占优了 而在美国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资料 这里就是关于氧化碳排放 人均来说中国其实很低 但是有些发达国家说 中国排碳很多 但是我们人多 这里有一幅图 可以看到 就是由1850年开始 去到2022年 它应该可以有时间 你不可以时间 不行 这个不可以直接 我们在这里 挽练了 澳洲排第一 第二是加拿大 第三是美国 跟着中国 中国是大约美国的一半岛 跟着是印度 印度就是中国的五分一岛 三分一 四分一 印度因为他们根本 工业都不可以 所以自然排大量少 而我们记住 中国这个大的排大量 其中一大部分 因为中国是国际工厂 所以很多製造业的排摊 算了去中国 但我们仍然 每个人来计算 仍然比美国低很多 如果说澳洲 澳洲曾经很厉害 跌下来 但仍然算排弹多 没有原因 我们国家面积太大 所以我们排弹多 但我们可以利用农业 是抵消的 这方面就没有说 所以我们不知道 下面这幅图 有人说 累计的排碳量 也是每个人来计算 加拿大第一 澳洲第三 累计 即是说历史上 中国很少 跟加拿大比 就是加拿大一千七百多吨 1850年至2011年的吨数 1751吨 每人累计 而中国只是197吨 即是相差9倍 我们赖中国排碳 是绝对没理由 而加上 中国现在这些汽车上升 是来自电动车 中国的排碳量 将会继续减少 我觉得中国的排碳量 已经刚刚去顶了 应该2023年 就是中国排碳的最高 接着我们可以慢慢向排碳的减少进发 提早了 如果2023年真的做到的话 本来已经答应了2030年 即是我们提早了七年 完成了目标